所谓柱,指的便是鬼杀最终地位 最高的九位见识,是支撑着整个组织的中流地处 人类最强的存在 从义勇轻松击杀下弦之物可以看出 柱的整体实力高于下弦之鬼 今天安慰就给大家介绍鬼灭之刃中的九柱 水珠富刚义勇 水珠富刚义勇使用的是水之呼吸 扫门探之狼的师兄 性格沉默寡言 略带迟钝被所有人讨厌还不自知 义勇不受欢迎的原因其实很简单 他曾说我和你们是不一样的 因为义勇觉得自己没有资格成为水珠 不配和其他珠站在一起 所以九柱集结时 义勇才会独自一人站在远处 但其他珠理解的意思 是除了我在座的各位都是配角 加上义勇不爱说话也从不解释 导致别人以为他是一个自以为式的人 但义勇的实力真的很强 在九柱之中名列前茅 不过并不自知 虫柱蝶人 虫柱蝶人使用的是虫之呼吸 性格温柔坚强又有点扑黑 相貌可爱 身体十分灵活 但身材娇小万力不足 是是积极中唯一一个 砍不断鬼的果肯的见识 因为砍鬼时候需要很大的力气和技巧 但蝴蝶忍尽通药学 研制出了能杀死鬼的毒药 研柱炼狱性兽狼 研柱炼狱性兽狼使用的是研之呼吸 其父亲很多年前也是鬼杀对的柱 正义感十足 就像小英雄女的欧书 是可以让人信任托付的男人 他们都将自己的强弹用于保护弱者 把保护他人视为自己的责任 献兽狼的实力算是 走出最强的几个人之一 上弦之三称其已经接近至高的领域 鹰柱雨水天元 鹰柱雨水天元使用的是鹰之呼吸 出身忍者家族 以华丽痴迷人界的美男子 头发放下来帅的一批 受不了无形的加尔离开加入鬼杀队 雨水天元是用二刀流作战 所持双刀能够引发威力惊人的爆炸 性格极其自恋 拥有三个老婆 而且非常宠爱他们 堪称人生赢家 炼柱甘露斯秘离 炼柱甘露斯秘离使用的是炼之呼吸 生来就拥有极其特殊的体质 肌肉的密度高达常人的八倍 尽管四肢纤细但力量却强得可怕 半量惊人 因此没人愿意娶他为妻 加入鬼杀队的理由 是为了嫁给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 甘露斯所用武器为软刀 极其轻薄 但论战机的速度 甚至在雨水天元之上 性格有些花痴 喜欢可爱的东西 霞柱甘露斯透无一郎 霞柱甘露斯透无一郎 使用的是霞之呼吸 直接数件到两个月就成为了柱 可以说是天才中的天才 同时也是日之呼吸使用者的后代 而炭之郎使用的火之神神月 应该就是日之呼吸 或者日之呼吸所衍生出来的招式 无一郎实力超强 在九足中排名前列 目前动画里属于失忆状态 经常忘事 风柱不死穿石迷 风柱不死穿石迷使用的是风之呼吸 是位暴躁老哥 非常讨厌鬼 所以对暴躁鬼的炭之郎十分厌恶 甚至拿刀捅上你豆子 神秘的血是吸血 对鬼非常有诱惑力 气味可以让鬼酶顶大醉 也正是如此神秘 还会用血诱导你豆子攻击自己 蛇猪一黑小巴内 蛇猪一黑小巴内使用的是蛇之呼吸 异色铜右经左律 所用武器为波浪行刀 喜欢炼猪甘露斯 非常爱吃醋 讨厌一切想要亲近甘露斯的男人 粉丝也称他为粗助 炎猪悲鸣羽形鸣 炎猪悲鸣羽形鸣使用的是炎之呼吸法 将身体锻炼到了极致 上弦之一称三百多年 没遇到过身体这般极限的牵势了 力气很大 所用武器是流星锤和手辅 虽然双目失明 但可以通过武器所发出的声音 来判断对手的动作 有着一颗大慈大悲之心 九珠中公认最强的柱 九珠中的每个人都有着悲惨的过去 经历过生离死别 看过无数因鬼造成的人间悲剧 他们都抱着恶鬼灭尽的决心在与鬼斗争 他们都是很棒很棒的人